詞曲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詠欣國小的小小姐說有人理言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巢捲 巢捲呢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山蘇花 為什麼它叫做山蘇花呢 因為它的葉子是從事麵包幫上拍的 那在它小的時候呢 它的葉子是捲旋的 那山蘇呢它有分為三種 那它有台灣山蘇、南洋山蘇以及山蘇 那要怎麼區分它們呢 山蘇呢它的包子呢 是有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 那台灣山蘇呢它的包子 是沒有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的 那如果它的草裡面呢 如果它有掉入任何的 像鐵線絕的包子 它裡面就會長出鐵線絕 那它這裡是可以吸收落葉以及養笨的 那我們大部分看到的山蘇呢 它都是長在樹上的 那山蘇呢它要怎麼吃呢 它是吃它捲旋的柚葉 如果是它長大的柚葉呢它會太老 那山蘇它有零級 那山蘇它有零級 那我們大部分吃的呢 都是南洋山蘇 南洋山蘇它零級呢會比較接 那台灣山蘇以及山蘇呢 它的零級比較沒有那麼的接 我的結論話請問一下 我的結論話請問一下 當夢有了方向 就在未來高雄因我發光 你會想在這條街跳